老伯 現在在台灣還出現了另外這種狀況 只是有外籍移工的雇主和仲介陸續都發出怨言了 說國內現在只釋出有限的集中檢疫病床 來提供給入境的移工做使用 因此也讓他們怒笑了 說台灣先前說這個檢疫量能充足 根本和事實不符 不過對此呢 勞動部就透露了 主要是因為防疫的需求 目前入境的外籍移工 大概也只有過去了三分之一左右 現在針對這床位不足的部分 但他們也會再想辦法來解決 長輩們開心地聚在一起玩遊戲 長遭議題越來越受關注 但如今不可或缺的外籍移工 卻出現空缺潮 公要進入到台灣的申請的手續變得很複雜 檢疫的床位不足 那可能就要使用到旅館 但是因為旅館的費用高於檢疫的床位 大概是二到三倍左右 所以這個也對雇主來講 造成了一筆不小的負擔 人變小 防疫成本恐怕對需求者雙重夾殺 讓秘書長憂心忡忡 因為根據勞動部提供的資料 受到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 外籍移工來台的人數銳減 過去每天大約會超過六百人 但現在大約只剩下兩百人 從社福移工人數更只有五十人左右 就怕人數供不應求成了長照的未爆單 勞動部透露目前有一千兩百個檢疫床位 其中社福移工增加到六百床 但承認還是不夠 配合疫情控管那個人流的部分 還有邊境管制 當然床位數看起來是不足的 所以這個部分 勞動部會再去想辦法 我國疫情雖然趨緩 但邊境管制和國際情勢還是很緊繃 從中人力和需求緩緩相扣 就怕短缺情況惡化 重挫照護品質 金河仁凱 曹西台北 採訪報導